謝謝主席 那是不是請副主委 謝謝 好 請副主委 副主委好 副主委 我們現在討論說2025非核家園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目標是我們長期來說設定的 那這個目標照您來看說現在是不是能夠如期的達成 報委員 有關2025非核家園就是說 基本上經濟部它就是核四不重啟 核一二三就是如其除異 所以基本上會按照2025非核家園的這個政策目標去執行 目標是這樣 可是現況是怎麼樣呢 如果以現在跟2025的現況來講 我們的再生能源目前是6% 然後到2025要達到20% 那就你們的研究來看 有這個可能在五年內 讓再生能源從6%到20%嗎 報委員 這個部分是由經濟部能源局 他們去統籌去再達成這個目標 只是核能研究所過去也有些力能科技發展 未來我們在轉型的過程中 包括綠電 包括再生能源都是我們要研究的目標 也是我們現在這個原能會未來轉型 也現在正在研究的方向 那現在我們的再生能源以現況來講 有可能在五年內從6%到20%嗎 因為有關再生能源的 那這個部分的能源政策 還有它的實際的執行 是經濟部能源局在負責 我相信應該他們都會積極來辦理 我們省部長的能力也很大 所以我今天看你們的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關於再生能源跟綠電嗎 這個部分也是未來你們要做的部分 不是嗎 何元首相的他開發是說像綠電跟其他的電 他的在配電的部分智慧電網 讓這個綠電能夠進來讓民眾使用 這個部分他們是有這方面在台電的雲林區處去上線運轉 所以你們管核能的部分嗎 那核能安全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如期的就是退役 這部分也是我們所關心的 而我們在看過去的核電 在近五年的核電的發電的購電量 從104年到108年 其實我們的核電的發電量 幾乎是從106年到108年 是逐年的增加 甚至到108年是已經達到 跟105年差不多的一個比例 並沒有逐年的減少 所以可見的對核電的依賴度還是很高 那當時我們在使用核電的同時 今天講到核電的安全 核廢料的儲存等等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要問說核醫除疫到現在 關於它的儲存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不管是燃料瓣 或者是說這個儲存潮 到目前新北市還沒有辦法通過它的水保的這些證明 所以導致到目前為止這個核醫的儲存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那就你們的角度 如何來協助台電把這個部分能夠處理好 關於這個核廢料的處理的問題 報告委員 事實上原能會是安全管制機關 然後像現在它沒辦法乾式儲存 那它放在那個燃料池跟反應爐裡面 我們就會比照運轉的安全的規定 要求台電公司確保它的安全性 它必須在一定的年度裡面把這些問題處理好 否則如果照你們現在的規劃來講 是不是我們要一直就是在現況之下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處理這些燃料瓣 或是沒有辦法把這個乾式儲存的水保證明拿到的話 它就一直在現況下 然後我們要去保障它的安全是這樣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這個後續的危險 報告委員 不管在任何狀態我們都要確保它安全了 除以計畫是有定定那個計畫執程 那假如說這個延遲是台電可規則的話 我們就會依法給它裁罰嗎 那所以現在它拿不到水保證明 這個是可規則於誰 目前水保的這個部分 是的確台電有努力在跟新北市政府溝通 從2013年完成竣工審查到現在 水保計畫一直都沒有辦法通過 那核二呢也即將要退役了 在2023年也即將退役 所以同樣面臨一樣的問題 包括它的這個廢水污染的這些問題 新北市也到現在都不核准 所以不管是核一或核二他們的這個除役之後 後續所衍生的燃料瓣或是儲存槽的問題 這些會不會導致後續的安全性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它不管在任何狀態好 我們都要要求台電公司確保安全 當然核廢乾除這些問題 的確是一個高度零幣的 但是在你們降級之後如何來要求 要多的時間來溝通 你們有辦法可以來懲處嗎開法嗎 在如果你們降級之後 基本上還是依法還是可以開法 就是依照物管法核管法 蓋開法就開法 但是問題是原能會在降級之後 當然行政院你們也不斷的去溝通 從過去你們認為不同意 要爭取維持現狀 甚至還曾經一度說希望能夠升為一級機關 到現在直接降為三級 那結果這個部分你覺得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最主要應該是就是組織改造 就是政府要受升嘛 這種全盤的一個考量 當然非核家園的確也是提供一個考量的 沒有升級的必要 而甚至是必須要去降級 基本上安全事實上都是要最高級 應該理論上是這樣子的 安全管制都要保持最高的一個狀態 應該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你們被認為是不符所需 然後甚至要被降級呢 那你們在被降級之後 那我們的核能安全會不會受到影響 報委我們會依法嚴格來安全管制 好 謝謝 好 謝謝高委員 好 接下來請